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家吧 家 哪一个呢 自己的 不想回去 你没有太多来送我的东西了 都是记忆 姐 我以为我遇到了真爱 遇到了那个完美的男人 直到你们残忍地把我叫醒 对不起 对不起 在我最寂寞 最需要人关心的时候 全世界只有她陪在我的身边 姐 你说 哪个骗子能半夜三点 在我哭的时候来安慰我 她听我讲了那么多枯燥的专业知识 生活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呢 别这么悲观嘛 你看 你的学识 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呀 可我觉得 可我觉得 我现在拥有这一切 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讽刺 姐 你说 我这么好条件呢 我应该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她才算是般配 对 相爱的 相爱 你看看 你看看这些 我每天面对着这些平平夸夸 我跟谁去交心 我跟谁去相爱 我现在 我现在连爱自己是什么感觉 我都不知道了 我 不是不相信 我是不敢信 如果没有她 谁能来爱我 谁能 我告诉自己 这 这一切全都是真的 姐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姐 你这个梦 太美了 她希望她 你如果她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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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难道我不够好吗 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别人遇不到骗子 只有我能遇到 我应该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 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我现在没有她 不感觉全世界都把我抛弃了 是我不够好吗 杨总 在你们的眼中 我是不是 就是一个不懂得人情世故 没有什么人情味的人 你是主任 你应该比我有学问 你要这么说嘛 那就比骂我还难受了 你看啊 事事肚明啊 接学问 我是读过一点书 但是呢 社会经验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我来组织中心 那么就是要补上这一课呀 小主任啊 你又没有被人家骗过啊 每个人啊 从小到大或多或少 都会被人家骗过的 有的呢是善意的把戏 有的呢是恶意的欺诈 揭穿骗局叫戳破 给被骗的人说破骗局叫揭穿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被骗的人 都会接受你这个揭穿的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啊 会痛 所以有种讲法啊 叫看破不要说破 那么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像张主任那样去做 想办法走到被骗者的心里面去 把自己完完全全地 变成他们 你觉得这款发型怎么样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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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是你吗 是你吗 这你吗 是不是你 你知不知道你毁了多少人 放心吧 法律一定会给这些诈骗犯应有的惩罚 我爱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可是你的新生活刚刚开始 对啊 所以我们要出去好好吃一顿 走 走 你经常带我去哪儿给你家 我在网上查查一下 你们家伙和我们的 宝妮特别和我们的 我们也年轻一半 姐 你看看再点点什么 不要了 你点这么多吃不完的呀 吃得完 先这样吧 好的 请稍等 看什么呢 我可是第一次来 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呀 我也是第一次来 我之前都是在单位吃食堂的 回到家就点外卖 姐 我想明白了 以后啊 我要好好地享受生活 我们经常来这儿 好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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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送你来 我送你来 你又开我玩笑 姐啊 我想清楚了 我现在呢 不想谈恋爱 我只想好好地工作 好好地享受生活 你又忘记那天 我怎么跟你讲的了 不要把自己关起来 更好的在后 后面 老同学 你还记得我吗 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革新 构建一个完整完善的 电信诈骗防治系统 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 只有多部门联合 加入到我们装子工作的 防治体系中 才能为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添一份力 我建议我们要建立新的机制 三端之后